想动我的娘亲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好 就在此刻身侧那道白色的小小身影 突然急速朝前攻来 他的双目一点点的变得赤红 不许动我娘亲跟哥哥 不许 小主人快让开啊 为什么你们要来啊 那竟是月卿尘的两个儿子 小子 你在命令吗 有本事再说一遍 月小夜抬着头 看了一眼被黑狐狸卷起的龙丝绝 以及身后看似奄奄一息的娘亲 不许动我娘亲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臭小子 如此狂傲比你娘跟爹还狂 也罢 小子 你若不让开 本君便从你开导 他们是孩子 你尽管冲本尊来 神龙之主 本君就喜欢看你这样慌乱的样子 毕竟你在数万年前 可是世间最厉害的存在呢 不过神龙之主啊 给你个机会 跪下来向本君求饶 兴许 本君会考虑放了他一马 龙丝绝 双拳紧握 掌心之中的骨头 不住的咯咯作响 郑玉说话 却见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哦 我数到三 你若不叫我娘 跟我爹爹放下 小心 我打你的哦 这孩子到底年纪太小 虽然小小年纪 天资 卓绝又如何 却是个脑子不好使 你若不叫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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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